营养新观点 我是营养师Sandy 欢迎大家来到 营养新观点的网路节目 在节目开始以前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营养新资讯 那根据我们台湾的一个统计数字 台湾有超过12%的民众 有罹患慢性肾衰竭 那更有高达9万4千人 他有接受洗肾 而且洗肾的病患 每年以8-9千人 急速的成长速度 这是非常的惊人 那洗肾肾寻率 也是全球排名第一位 所以呢 说台湾是洗肾王国 一点都不意外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 肾脏的功能 肾脏它主要 就像是一个过滤网一样 它主要是在过滤毒素 一旦你接受洗肾 其实是没有办法再挽回的 所以定期的健康检查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聊 怎么样透过饮食营养的一个介入 来保养我们的肾脏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医师来宾 他是怀尼医院的副院长 同时也是再生医学的权威 代念国代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呢 就是我们百威集团创办人 同时也是更细胞营养学专家 林佳靖林教授 嗨 大家好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特别来宾 卓隆赵董事长 嗨 大家好 卓董他的年龄呢 已经高达80岁了 完全就是看不出来 那卓董你好 你好 您是怎么发现您的顺思求过滤率 他的素质比较偏低 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 哦 我在说去十四年前 我有找到这个 大人 大人 第三个 我很压抑嘛 所以就去 去发疗十四次 十二次之后 我去我比较了 你很欢迎 对啊 结果 这个发疗后 差不多 十年之后 经常吃东西 海鲜 没钱 都发脏 后遇到很多 皮肤也都这样 疗疗了 所以我会觉得 这么发疗 这么严重 我就觉得 当来应该我就很注重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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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找什么保养 健康食品来吃 因为有机会 有一个朋友 在给他介绍 说 你如果去吃这个东西 听我说 对身体很好 身体好 大人也说好 你大人油都好 他说我们公司 不同 他说那公司 在健康食品 吃了一群 他说 无所谓 如果无所谓 没所谓 就没准 我如果觉得 那就是公司 就是负荷物 才有负荷 所以我就去抽会 抽会 抽会后 我知道 我的负荷物 就算 六千三百万 吃到 刚刚 昨年三个月 底下吃到 今年的车 刚才 负荷物 已经变成 一页 六千三百万 所以 等于 只有一页 所以 我感觉 我感觉很爽 很开心 但是我们的重点 是你的 圣思球 过滤率 你有进步 这有 这最高兴 他现在 我说是 很大便宜 你怎么会 感觉更严重 哇 我才说我得到 这个圣 过滤球 这个过滤 比例 六八 点六 现在 八十点一 我进步 这么高兴 进步是 进步好多 对 可是你真的 看起来好年轻 你侧边都是黑色头发 你说的 我也不知道 剃头的 剃头小姐 她说 你头部都很黑 就没有了 后面 后面都黑了 后面都黑了 她说我很高兴 我现在就说 我这个生片 将生片不错 所以 我就去 我 我四百三个 现在变五百二尺 哇 现在实在都说 变三十个了 对啊 少年轻 少年轻 有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是 这是 我是觉得 健康食品 有素肥来吃 来比较 这个健康 也不吃 难怪 佐董 他高龄八十岁了 看起来像小伙子一样 很严重 这样 那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干细胞营养学专家 林嘉靖教授 对 请问佐董这样子的进步 因为您有做相关的一个研究 那你来说明一下 佐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进步呢 好的 没问题 因为其实干细胞营养素 我们重点就是有两支很厉害的钥匙 那我们可以开启我们骨髓的 自己产生自己干细胞这样的讯号 那这两支干细胞生长因子呢 基本上呢 在学术期刊上 他已经也其实也正式 对肾脏功能的组织的修复 其实是有帮助 那也很有趣的是 这两支钥匙呢 用这个维巾球的方式 然后用口服 既然他能够保护他 不要被胃酸所扣害太多 然后还能够经由肠道的乳米管吸收 小淋巴管走到骨髓 能够释放这两支很重要的钥匙 激活骨髓干细胞的再生 骨髓干细胞有分两大类 一大类是造血 一大类是兼职干细胞的修复 所以这些干细胞就来帮助了 左斗的肾脏 另外也帮助他的搞不同的提升 这个都是临床试验来证实 这个科学期刊的报告 那很开心的是 就是钙细胞从自己产生 然后你补充的是讯号 是这样的钥匙 其实在这个 我们在临床上做这样的测试 经纸IRV的测试 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修复效果 其实在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 这些能够让80岁 甚至有些case 大概是快要85岁左右的 这样肾脏功能 比较衰退的一些病人 他们能够回复到 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这种以前认为是不可逆 但是现在认为是 其实钙细胞的修复是 再生的一个全员 原来 钙细胞营养素 可以让肾脏的 这一个部分 恢复活力 那我们来询问一下 我们再生医学的权威 想请问一下 以再生医学的角度 您会怎么样看待 肾脏有生病的一个患者 我想 谈到肾脏的疾病 当然大家知道说 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以再生医学的观念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过去 我们可以也是一样分为 传统医学跟再生医学 传统医学它主要的方向 就是说如何避免肾脏继续遭到破坏 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到那些 那个危险的有害物质 然后让肾脏多休息 让肾脏能恢复它的正常功能 那再生医学的话则是不一样 而是说怎么样促进它 让它增加它的修复能力 然后让肾脏恢复健康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所以肾脏科 或是再生医学 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减少破坏 一个是看怎么样 来修复这个肾脏 在过去这个是比较难以做到的 说要怎么去修复这些坏掉的东西 所以目前的话 整体来讲叫做再生医学 那我们希望这个再生学 能越来越进步 能做到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这个梦想 哇!生在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 虽然我们台湾是全球行胜率第一 但是也促进我们的医疗更进步 那我们再次感谢代念果代医师 林嘉敬林教授 还有这个卓董 你好! 好!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不要错过任何一则营养薪资的话呢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则营养薪资哦 在网路上也可以搜寻营养新观点 也可以找到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